綠色能源 電動車代表永續的未來趨勢 不過驅動力來源的電池 有朝一日也會成為污染 在澳洲有97%的锂禮子電池 在更換過後會被丟進垃圾場 但是這些電池 其實都還保留著八成的效力 來自澳洲電動車協會的瓊斯 決定要循環利用這些環保素材 回收一枚電池就少一樣垃圾 同時還足以作為日常用電來源 目前廢棄裡離子電池 最多是來自手機等小型電池用品 量並不大 不過隨著電動汽機車普及化 未來廢棄電池數量 預計還會增加至少兩成 目前一間國際礦產公司 計畫選定在加拿大 打造全新的 锂禮子電池回收工廠 讓這項環保新趨勢 紅遍國際